你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預訂單位嗎? 預訂單位, 我想預訂單位 你什麼位? 你來了, 我想訂單位 但他的英文很差, 他完全聽不懂我說什麼 不如讓我試一下 好 你好, 我可以訂單位嗎? 好, 謝謝 他說不用預訂單位也行 沒問題 Daria, 你朋友的英文很好 好 其實訂單位的英文 不應該由廣東話直譯做預訂單位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如果你想訂單位, 你可以說 我可以預訂單位 或者我可以預訂單位 英文很厲害 當然, 欣欣從美國回來 還在大學做過英文發音的研究 既然如此, 如果你不介意 不如教我英文吧 不要說教,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既然又不想預訂單位 不如一起吃飯吧 一起吃庭園飯 好 好 你們看吃什麼 這裡的午餐套餐很划算 嘉琪, 你是否想說午餐? 如果說套餐的話, 應該用午餐 所以晚飯的套餐就是午餐 午餐的午餐就是午餐 至於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我一會兒自己住要小心點 原來是這樣的? 其實這家餐廳最有名的就是吃牛扒 我打算要五成熟, 我就要50%完成 你這樣把中文直譯成英文 外國人不會聽得懂 牛扒的生熟程度全熟沒有做得好 但五成熟就不是50%完成了 真正的說法應該是中文 如果你想把扒直接煮熟的麵 就叫做中文 別說了 上網看點視頻說這裡的海炸沙律 是非常美味 我們就叫海炸沙律了 Alea, 其實delicious這個形容詞 本身有非常好吃的意思 不需要再加fairy 如果你想強調它真的非常好吃 你可以用It's absolutely delicious 你好, 聊完了嗎? 我決定吃什麼就快點點 我要用兩聲牛扒打麻醬 吃這麼多? 幹嘛? 一隻Q彪的那隻就是AA系統 我自己點自我自己的, 好嗎? Q彪, 你看電影嗎? Cat Bill, 是嗎? 不是 找數叫Q彪, 我想只是香港人才聽得懂 至於Alea說的Check Bill Check和Bill作為名詞用的時候 都會有賬單的意思 所以你找找數的時候 你可以說Can I check the bill, please 又或者Can I have the check, please 千萬不要留下中間的對字 如果你想說更隨意的話 你就這樣說Check, please 或者Bill, please都可以 剛才嘉琪把AA制譯成AA系統 我也覺得有點問題 但我不知道 如果自己付錢的英文又應該怎麼說呢 外國人通常都會說Split the bill 如果你想分單付錢 你就可以跟侍應生說 Can you split the bill for us? 叫他幫你分了一張單 又或者你可以跟你一起吃飯的人說 Let's split the bill 意思就是說我們分開付錢 當然如果你說一句It's on me 你這麼支持我和你一起吃飯的人更開心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夥記 You have the love and… 蝦王哥… 第一次見的,你請吧 好…